有个著名的小品演员曾经说过 赚钱了要怎么花 由此可见 房车在很多人的概念中 那是富人的玩具 但是随着房车文化的盛行 开房车早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属 其实很多时候租个房车去旅游 还能省不少且获得更多的乐趣呢 今天我们就来 聊一聊美国的房车游 想要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房车游 第一件事不是去选房车 而是先选一条合适的旅游路线 由于房车比较庞大 且运动能力不足的特性 如果是开着车上山下河 那是万万不可的 所以房车游的路线 一定要考虑到道路的因素 否则惬意的房车游 可能会变成刺激的冒险 美国有很多经典的房车游路线 比如一号公路 洛基山脉上的国家公园线路 以及著名的66号公路等等 都是非常适合开着房车逛一圈的 选择完路线就要选房车了 房车可租可买 根据现在的行情 买一辆可居住6到8人的房车 价格在8万美元左右 大家试想 花这个价格可以买个家 还有个V8 6.0升的大马力发动机 拖着跑来跑去 是不是还挺划算的呢 当然给这个旁然大物找个停车场不太容易 并且平时上班开着也不太合适 所以这可能才是大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既然不买 那就只好租了 这才是更加经济适用的选择 房车的车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Class A Class B Class C 对应三种大小 A类房车最为豪华 就和我们平时道路上看到的公交车一样 只不过内饰被装收成了一个豪宅 只要你有钱 什么停车库 酒吧 KTV 甚至游泳池 都能给你装上去 但是这种车 最大的一个bug便是 一般的驾照开不了 必须要持有特殊的A照 才可以驾驶 而在美国A照的考试难度非常之大 据说汽车检修都是考试的一部分 所以就驾照这一项 就拒绝了很多人对A型房车的追求 我们再来说一下B类房车 这类是房车中最小的车型 一般就是有一部Cargo One改装而来的 所以空间非常小 顶多住上两个人就满载了 并且大部分没有位于间 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房车 更像是一个拖着床垫乱跑的大面包车 所以这个类型自然也不会受到太多的青睐 最后我们就要祭出C类房车了 房车中最实用 最亲民且最合理的车型 C类房车一般长度在20尺至33尺之间 住4到8个人绰绰有余 甚至有些更加极限的改装 可以住上10个人 车头往往是一辆大马力的皮卡 车厢设有厨房淋浴间 小餐厅等 绝对能够满足日常人们的起居需求 并且住车之后 往往还可以延展车厢宽度 外加可折叠户外遮阳横 可以让活动空间扩大至少1.5到2倍 简直是不要太惬意 所以大家房车游 小编强烈建议选择C类房车 能够让你对房车体验的淋漓尽致 选完房车 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驾驶使用 小编曾经有过驾驶房车横穿美国的经历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许的发言权 首先 房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开 当你驾驶房车之前 面对如此庞然大悟 心中肯定有些犯触 但是当你开上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油门和方向盘都调教的很灵活 倒车基本也都配备可视影像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车体长 加速慢 所以转弯和超车的时候 格外小心一些就行了 至于停车 一般的小型停车场肯定是不行了 但是大型联合超市 以及国家公园的大停车场 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 拿到房车光会开是不行的 更重要的是会用 这个就要专门去学习了解一下 一般拿到房车后 工作人员会详细的教你一遍 主要就是驻车后 给房车找平衡 打开延展车厢 放下遮阳棚 连接上下水 也就是生活用水与污水 接通城市用电 一套操作下来 你的房车瞬间就成为一个通水通电 有空调能洗热水澡的家了 接下来便是烹饪 房车做饭一般使用电磁炉或者 perpen 也就是饼丸 电磁炉就不用说了 通电即可用 perpen需要一个专门的罐子 一般在房车侧面的某个位置 在美国家饼丸也很方便 很多加油站都会有 总之房车的驾驶与使用有点学问 但是非常的好上手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旅行项目 近年来日益火爆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房车营地 主要分为三种 覆盖全美的连锁市私营营地 归属联邦政府管辖的国家公园营地 以及州政府所管辖的州立公园营地 先说公家馆的这两种 无论是从条件还有费用上 悬殊都比较大 有的设施很全面 有的就是给你平一块野地让你停车 对应的价格也从免费到 五六十一晚的停车费不等 然后淡旺季的客流量也很大 如果旺季选择出行 一定要提前预定 否则基本上是抢不到任何坑位的 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营地的设施 我们来细说一下私营营地的一个连锁品牌 那就是KOA 全称Campgrounds of America 因为是连锁式的 所以KOA的设施相对来说比较统一 并且非常的全面 一个比较专业的房车营地 基本都会针对各类车型提供宽敞的停车位 然后就是三十或五十安培的接电桩 以及干净的城市用水 还有就是污水处理系统 这几项都是最基本的设施 还有一些附加的配置 比如篝火坑 烧烤架 Pancnic桌椅 甚至还会提供搭帐篷的小营地 除了这些归属你个人的设施之外 KOA还提供覆盖整个营区的WiFi 公用卫生间 公共淋浴间 自住洗衣房 有的还会提供小木屋 房车太挤 可以选择住这里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 如果对条件比较有要求的旅游们 KOA这里私营营地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对价格比较在意 并且有提前很久规划的旅途 公立营地则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说一下房车油的价格 我们以六人五天形成为例 租车大概在200到300美元一天 KOA营地价格均价在50左右一天 旺季可能会增加20美元左右每天 所以在租车与租营地的固定开销 我们取个中间数 总共为1550美金 体育的费用就要根据行程来计算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往往租的房车 每天只会给100m的免费里程 超过这个里程 可能要额外收取费用 另外房车是比较费用的 大概每家轮能跑个8m左右 是SUV的2到3倍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里程 可以计算出这两项的开销 再加上购买食品的费用 一般情况下 2500美金基本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平均每人400多美元 大家觉得这个开销怎么样呢 小编真心觉得已经非常实惠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些了 房车游最大的快乐 便是享受那种自由自在 走到哪儿玩儿荡荡的感觉 今天奔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 明天可能就深入到了 丛林茂密的国家公园 后天又可以体会 抑郁风情的牛丹小镇 这样的旅游 才是真正的风景无处不在 那些蓄谋已久 早已渴望一场房车游的朋友们 抓紧启程吧 下期节目 我们给大家聊一聊 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